让我们重新回顾福音信息出现的漏洞 首先是罪的部分 我们是在神面前犯罪的罪人 对这一点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圣经说的根源性的罪是 无视神要与神同等的骄傲之罪 而这罪是人类得救之前必须要悔改的根本性的罪 必须要直面自己所犯的和魔鬼一样 要与神同等的骄傲之罪 以神为对象所犯的最严重最可怕的罪 但是过去我们所传或领受的福音信息 并没有深刻的直面和强调这根源性的罪 让人误以为自己所犯的罪 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罪行 道德和伦理层面的罪恶 这就是罪的部分产生的大漏洞 对罪的理解产生的偏差和误解 导致福音的其他相关要素也随之连锁地出现了漏洞 为代数我们的罪与罪行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借着他的宝血进了天上的圣索 我们在传讲十字架恩典时 这部分也出现了不大不小的漏洞 借着死架上所留的宝血 耶稣进入神在创世前已预备的天上圣索 仅一次就献上了永远的祭 可是过去所传的福音信息中 并没有适当地强调或说明以上这个事实 一致出现了漏洞 在讲解和介绍福音时 最大的漏洞出现在耶稣的复活这一历史事件上 虽然说了要信十字架代数之死 要信耶稣死里复活的事实 但我们并没有恰如其分地说明复活的意义 复活的重要性更是没有被强调 其结果是 虽然说自己信福音 但大部分人并没有正确理解福音中的 复活的重要性 复活清清楚楚地证明了 十字架上死的那一位就是神 复活是最确切的信的凭据 但是过去传福音时 复活的重要性并没有凸显出来 导致信耶稣的人 没有把信心建立在复活的确据上 而是把信心的凭据建立在 自己的感觉或体验上 结果信心经常出现动摇 甚至软弱跌倒 因此可见 在介绍和传福音时 因没有充分强调 复活的意义和重要性 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接着就是悔改 在介绍和说明悔改时 出现的漏洞依然很严重 在介绍罪的部分 出现的漏洞 直接导致悔改的部分 随之出现了大的漏洞 这样的漏洞造成的结果就是 所悔改的并不是 人与神为敌的根源性的罪 而仅仅是悔改人与人之间 道德和伦理上所犯的罪行 悔改意味着悔改罪 而罪是指人像神所犯下的罪 也就是抬高自己 坐上神的位置 自己做主随心所欲而活的罪 所以悔改就是从自己 做主的罪中回头 只是简单地悔改 道德和伦理的罪 令悔改的部分 出现很大的漏洞 让人忽略了 向神所犯下的根源性的罪 救主和主 查看以上这些漏洞之后 我们要面对最后一个大漏洞 那就是只把耶稣当作救主 而不是以主来迎接的问题 作为神学院教授 在研究和授课过程中 我一直非常关注一个问题 即领受福音的人们 把耶稣当作怎样的一位 和他是谁 来相信和接受的问题 也就是信耶稣是救主 还是主 特别是过去介绍耶稣的大部分 福音信息都以救主的身份 介绍和传讲耶稣 这更让我感受到 这更让我感受到传讲耶稣是主 福音的信息 必要性和破确性 本书揭示了笔者长期寻找得到的答案 听到福音的人心里相信耶稣是神 接受耶稣为自己人生的主人 并因此永远得到拯救 但在得救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 听到福音的人 究竟将耶稣作为怎样的一位 来相信和迎接呢 不言而喻 如果传福音的人 以救主的身份介绍了耶稣 接受福音的人 就会把耶稣作为救主来理解 作为救主来迎接 如果以主的身份介绍耶稣 那么就会把耶稣作为主来理解 作为主来迎接 当然 不能说耶稣只是救主而不是主 或耶稣只是主而不是救主 耶稣是救主 同时又是主 但需要引起关注的是 一直以来所传的福音信息 基本上都侧重于救主的概念 前几章 我们确认了福音信息中产生的漏洞 尝试修补这些漏洞 现在已经到了 逢补福音漏洞的最后阶段 那就是 不仅要以救主的身份迎接耶稣 更要以主的身份迎接他 从而补上最后一个漏洞 福音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恩典是 对每一个把耶稣作为神 作为主迎接的人 神都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救恩 神的恩典是如此伟大奇妙 但是在福音的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把这位为我们的罪死在时的架上 第三天复活的耶稣 作为主来接受的部分 却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这漏洞就是单单以救主的身份 信和迎接耶稣的问题 耶稣是神 他来到这世界受死复活 人们却只是把耶稣作为 从最终将自己拯救出来的救主 来相信和接受 而不是把耶稣作为主 来相信和接受 恋人大吃一惊的事实是 过去数十年所传的福音信息 侧重点都放在强调和介绍 耶稣是救主 大部分福音单章 介绍的福音 最后都有绝至祷告的部分 查看这部分内容 都写着接受耶稣为救主和主 有的人会说 不是已经很清楚地写上 接受耶稣为主了吗 是的 大部分福音单章 最后绝至部分 都提到了接受耶稣为主 但在传福音时 如果一直把耶稣作为救主来介绍 到最后绝至祷告时 才加上一个单词 主 果真能让听福音的人 正确地理解 耶稣是主的含义吗 并接受耶稣为主吗 如果在介绍 耶稣是谁的福音信息中 重点介绍 耶稣是救主之后 却期待人们 绝至祷告时 能接受耶稣为主 其结果 只能是南辕北辕 事实上 今天的基督徒 虽然确信自己 已经得救 主张自己 已信了耶稣 但在现实生活中 却活不出改变生命主人后 应有的样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 自相矛盾的现象 其原因也正是在于此 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的刑罚 只要信他 我们就可以得救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欣喜若狂的好消息 可这里竟然有这么大的漏洞 这又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究其原因 是因为我们在传福音过程中 没有及时修补福音本质的核心要素 即罪 十字架 复活 悔改等部分出现的漏洞 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当关于罪的理解 仅仅停留在伦理和道德层面的罪时 很自然地会认为 十字架的能力在于解决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罪行 在此基础上的悔改 其实也仅仅是悔改了伦理和道德的罪行 再简单地补上一句 对不起神 使得悔改 仅仅停留在表面和肤浅的程度上 它会伴随着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所导致的结果是 人们把耶稣当作 将人从道德和伦理的 罪咎感中释放出来的救主而相信 在此基础上 人告白自己的信仰 解决拒绝神 登上神的宝座 自己做主的根本性的问题的对策 是患主人 而前面提到的信仰告白 却丝毫没有达成患主人的悔改与迎接 对于这种方式迎接耶稣 为救主的人们来说 根本无法期待他们的人生会有符合基督徒生命的改变 这是因为虽然他接受耶稣为救主了 但是耶稣是我的主的事实 无法在他们心里的思想中扎下根 如第一章所述 罪指的是人因骄傲 自己要与神同等 自己做人生的主人 随心所欲的生活的罪 因为这是像神所犯的根源性的罪 人说说 悔改了这罪 你应接受耶稣为神 为主 过去是自己占据了主人的位置 随心所欲的生活 那么现在 把主人的位置让给神 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接受耶稣为主的人 耶稣是神 他来到这世上 人们没有认出他 创造主来到自己所造的世界 被自己所造的人类拒绝和排斥 使徒约翰以如下方式 记录了这种不可理喻的状况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不仅如此 他来到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中间 他们也不接待他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上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约翰接着又宣告 凡接待耶稣的人 神就让他们做神的儿女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接着 意味着迎接某人进来 凭信心 接待耶稣 不是简单的 只承认和信耶稣是神 而是有着更深的内涵 接待耶稣意味着 明白耶稣是神 并信他 迎接他进入自己的心里 请他做自己人生的主人 迎接神耶稣 进入我人生 进入我内心 做我主人的告白 这句话包含彻底更换自己 人生主人的深刻意义 透过复活来看十字架 可以更清晰地看到 这样一个事实 即被挂在十字架上 受死的那位 是神的事实 是神代替我们 为我们的罪死了 在这样鲜明的事实面前 我们不能不贵福 且告白他 是我的主 我的神 从心里接受 他做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宣告 凡这样接待他的人 他就赐他们 做神儿女的权柄 欢主人 成为新造的人 说自己信耶稣 已经得救的人当中 大部分人都很看重 也会背诵的圣经经句之一 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不知有多少基督徒 把这经句作为确信自己已经重生 成为属神的人的依据 却很少有人知道 这句经文出自 怎样的唯脉和背景 也没有真正理解 和明白经文具体 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前两节 是这么说的 并且 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 我们从今以后 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15节阐明了耶稣 替众人死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 其理由非我们所预想的那样 并不是为了把我们 从最终拯救出来 保罗在这里强调 他替众人死的理由 是为了叫活着的人 已经得救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而是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 这是在宣告 耶稣之所以为我们死 又我们复活 就是为了 让信他为主的人 其人生的理由 动机和目标 不再是为自己 而是为耶稣而活 正因为如此 因着人生的主人 已经更换 耶稣成了 人生的动机 理由和目标的人 不再凭着外貌看待 保罗又加了一句 就连耶稣 我们过去也是凭外貌 认过他 如今却不再这么认他了 然后保罗才在 十七节指出 因为得救的人 已不再为自己而活 而是把耶稣 当成了自己活着的理由 动机和目的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 他就成了新造的人 这一节经文中的旧事 不单指过去 现在罪里的生活 更是指过去 自己做主人 活着的全部理由 动机 目的 都是自己的旧生活 都变成新的了 同样意味着 已经变成新造的人 他人生的主人 不再是自己 而是更换成耶稣 他活着的全部理由 动机 目的 都指向了耶稣 耶稣受死复活 是为做我们的主 使徒保罗 在《字字出击》的 《罗马书》明确指出 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做我们的主 因此基督死了 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这节经文的第一句 是因此 引出耶稣死而复活的目的 是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为了正确理解 这节经文的意思 有必要理解 前一节经文的内容 我们没有一个人 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 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基督徒是不在 自己做主 不在为自己而活的人 而这是最基本的理解 和信 始终贯穿在 保罗的全部书信当中 保罗在加拉太书说道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生命临近终点的保罗 狱中写给菲利比教会 信徒的菲利比书中 宣告自己 或生或死 都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叫基督 照常显大 照着我所切勿 所盼望 没有一事 叫我羞愧 只要凡是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 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提撒罗尼加教会的信徒 虽然信耶稣时间不长 但也像保罗一样 因着信耶稣 受到同族的逼迫 为勉励和安慰提撒罗尼加信徒 保罗在写给他们的信中 这样陈述耶稣 替我们死的理由 他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醒着 睡着 都与他同活 使徒彼得也这样教导 说耶稣是神 他道成肉身 来到这世上受苦 受死 是为要让我们按神的旨意 度过余生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就可以 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当信主耶稣 劝人决志 接受耶稣的经文 或是应许人 信耶稣得救的相关经文 没有一处提到 信耶稣为救主 都在说信耶稣为主 保罗被关在菲利比监狱时 半夜劳门全开 他却没有选择逃跑 后来赶到的狱卒 看到此景 大为惊恐 占惊 对保罗一行人说 二位先生 我当怎样才能得救 保罗的回答 就是至今基督徒 仍耳熟能详的一句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保罗写给 罗马教会信徒的信中 也强调了 耶稣是主的信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为解决哥林多教会 出现的许多问题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也就是哥林多前书 保罗在信中强调 唯有借着圣灵 人才能告白 对耶稣的信心 同时提醒信徒 告白的核心 是耶稣是主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 耶稣是主的 耶稣的门徒彼得 在五旬节 圣灵降临的那一天 站出来大胆见证 耶稣的复活 在第一次讲道中 毫无顾忌地 向犹太人宣布 你们在十字架上 钉死了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故此 以色列全家 当确实地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彼得在他的书信中 劝勉信徒 常做准备 以解答信耶稣的理由 他指出 要从心里 遵耶稣为主 强调我们所信的 耶稣是主 而不是救世主 或是救主 只要心里 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为你们 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 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缝补最后的漏洞 福音的第一个漏洞 出在罪的概念上 因着这个漏洞 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 和明白自己 向神所犯的罪 是根源性的罪 就是与魔鬼一样 自己做主人的罪 因着这第一个漏洞 也产生了最后一个漏洞 就是对耶稣的理解和认识 仅仅停留在 他是赦免道德和伦理层面的 罪的救主的程度 并不以耶稣是主来迎接他 但是正如本章的查考 耶稣是神 是主 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了 耶稣为我们所有的罪受死 第三天复活 由此确确实实地证明了 耶稣就是神 所以迎接耶稣 进入自己的内心和人生 意味着不仅要接受 耶稣为救主 更是要接受他为主 这样最后一个漏洞 也就补上了 今后不要再传漏洞的福音 而要传缝补了漏洞的 全备的福音 把更多的灵魂引向拯救 过去我们所传的 是介绍耶稣为救主的福音 现如今 我们要介绍耶稣为主 让人告白耶稣是主 并且将自己的人生 永远交托给他 顺服他 从而开启一个 崭新的人生旅程 让我们一起用这 补上漏洞的福音 征服世界吧 听到补上漏洞的 全备福音的人们 信耶稣时 要带领他们 做绝治祷告 但祷告的重点 不在于 简单的信耶稣是救主 而是关注和强调 接受耶稣为主 下面的绝治祷告 将会大有帮助 神啊 我犯了与魔鬼一样的罪 我是罪人 抢占神的位置 自己做主人 随心所欲的生活 现在我信耶稣复活了 我信耶稣复活足以证明 他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的事实 现在我悔改 悔改一直以自己 做主人 不信耶稣的罪 耶稣啊 你是为我的罪 而死的救主 复活做了我的主 我的神 求你进入我的内心 掌管我的人生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